虚报的金额是19164311元 在我们三后小组清查完毕之后 有单据却漏报又短报的金额加起来是19375409元 这两个金额几乎是相近的 所以金额相近没有任何一笔钱是被挪用或者是不见 今天是我们三后小组查账的一个初步的结果 我们会等一下把相关的查账明细跟大家做说明 首先先说一下我们现在查账的方式 因为我们这个案件的所有植株凭证 其实目前都在检调扣案中 所以我们完全是按照我们留下的副本 还有我们上个星期去调查局引运回来的一些相关的单据来做比对 比对的方式就是由我们留存的单据跟监察院申报的资料来做核对 那核对出来花了很多的时间 所以大概两个多礼拜 我们针对我们比对的结果来做今天的说明 这个是事情一发生在8月9号当天 发现了非常多的厂商有所谓的被虚报不实 当时以为有9笔 4家公司 后来经过我们清查之后是7笔 7笔分别列在4家公司里面 总共漏报 虚报的金额是1916万 4311元 它分列在4家公司有7笔的报账 但是这7笔都没有任何的发票资料 这就是当时引起轩然大波的事会计师自行调节的金额 那我们经过我们两个多礼拜的比对 我们发现了一些相关的单据 事实上有在我们计券总部留存的单据里面都是有凭证的 而且是有实际支出的金额里面有两种状况 第一个就是我们有非常多的支出 他没有去提报 就叫做支出漏报 支出漏报的部分 有单据有凭证有支出 没有报上去监察员系统有210笔 金额高达1623万9963元 这个部分是没有报到监察员系统 另外还有支出短报 什么是短报 就是我花了100块 他只报50块 那这样的情况是也有将近130笔 那我们一一的比对相关支出凭证 我这边就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从这边开始 我们是把所有大额的部分先做个说明 第一个是像这张500万的支出 2023年7月就开了发票 这张完全没有报到监察员的申报系统 第二张400万 它是2024年的1月 他有发票 400万他报350 所以短差了50万 第三笔 这一笔 174万3000有两张发票加起来 可是申报出来的金额是174300 也就是他直接少打一个零 所以又短报了100多万 接下来就是170万 142万 126万 120万 这些都没有报上去 所以才会累积到最后支出漏报高达1600万 这边目前我们列出来的都是漏报或短报的相关资料 这些我们都会向监察院进行补证跟撤销原来那个虚报的资料 好 所以政治现金的专户里面的实际运用的金额 我们已经确定这些金额都已经用在选物的上面 而且都有实际的支出 也拿到相关的凭证 这些凭证我们不需要去做虚报的动作 但是会计是因为他当时已经申报期限戒指 非常的赶 而且我们最后一个月 其实我们相关的收入捐款非常的多 所以他的人力不足 他也来不及处理或回去看所谓的漏报 所以他完全没有再去做检查 就用虚报的方式 这就是调节的项目 虚报的金额是1916431元 在我们三后小组清查完毕之后 有单据却漏报又短报的金额 加起来是19375409元 这两个金额几乎是相近的 所以金额相近 没有任何一笔钱是被挪用 或者是不见 那现在我们会把这些单据全部整理好 将来我们也会向监察院办理补证 也会撤销原来被虚报的金额 所以这些相关的金额内容 都会在我们接下去的补证上面 会进行相关的程序 第一阶段是我们在内部机制的做个检讨 整个过程里面在竞选总部 当时我们人力比较吃紧 所以财务部门原则上是独立的作业 那他负责募款小屋的处理 还有相关的财务作业 并没有所谓的监控跟复查的机制 第二个我们各个部门的勤款流程 为了选举的效率 所以我们由财务部直接核销 也缺乏了审查的机制 第三个是财务部将政治现金所有的收支凭证 委外善打上传申报 也没有进行复查 这也是我们很大的缺失 第四个会计师在申报戒期前 就存款余额跟支出凭证的短差 他没有再去对所谓的支出凭证有无漏失 而自行调节造成了最大的错误 第五个我们经过清查比对 找到的单据就高达1900多万没有上传 那财务部在他申报之后或申报之前都没有经过复查 才造成今天这样大的错误 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针对清查结果之后 我们先做的内部检讨 那大家都会问说 接下来你们要怎么做 这些单据比对完了之后 我们一样还是必须接受检验 因为我们将来要去监察院申报 一样要接受检验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还是会请第三方会计师来进行查核 那最后因为我们的相关会计师 我们也需要他来做签证来申报 这些程序我们都希望能够尽速检调针对这个案子 赶快有个结果跟处理 把我们的凭证交还给我们 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来进行所谓会计师查核跟申报的工作 那接下来是现在检调也希望我们说明一下 我们对这样的状况 所以我们也会向调查局来做回报 那最后一步一定要做的是 就是在监察院补证我们所有的申报程序 第一个要撤销虚报 第二个要补证漏报 第三个要更正误报 所以目前为止我们查证的结果是 在台湾民众党这一次总统大选的竞选 政治现金专户 目前为止我们查证的结果 并没有任何钱去路去向不明 而都在我们的单据里面 每一笔钱我们现在都一一在做比对 所以就目前为止 虚报的金额完全没有虚报的必要 而是在申报的过程中 便宜形式造成了今天这么大的误会 以上